可是这里有你 可我 如果你能做完你的事 我们就一起离开 如果不能 我也愿意和你死在这儿 韩羞一辈子活得那么富贵 可也是过得不开心 我觉得 我比他强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说我的话 一向算数 岳影姑娘 你们收拾一下行装 跟我出发 去哪儿啊 南疆 这次任务的花红 听着愿给 是 我六岁那年 跟着前主任蓝河 来到鬼化城 十一岁时制成了第一只蛊 那只蛊的名字叫做色剑 给男人种上之后 一生不能认识 比太监还要太监 我亲眼看着蓝城主 把这只蛊虫 给了代理城主岔茹 又诱使着蛊虫 将它种在了 蛊螺影子的血中 当时 蛊螺也跟你一样 被蓝主任看中 风头无二 而他的影子 就是现在的刑堂中 刑风 带走两个月的衣服 半个时辰后 到庆祝院来 是 请用茶 岳太傅 你是怎么了 此处不会隔墙有耳吧 您有这么多见不得光的事吗 比如说 私会鬼化成城主 岳太傅 您真是说笑了 再怎么说 鬼化成也是朝廷默许的 没这么见不得光吧 应该说鬼化成是武皇的暗部 是武皇默许的 可是 是先皇 将我们赐给蓝城主 保我们不死的 先皇 很爱蓝河 他知道他是江湖中人 怕他在宫中憋闷 郁郁寡欢 便赏了鬼化成给他 玩玩而已 再怎么说也是先皇遗旨 不可违背 鬼化成的女刺客 效忠的是武皇 就凭这一点 鬼化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岳太傅 您是在威胁我吗 您可别忘了 现在鬼化成的厅竹院里 祝的可是您王爷 这就是我 来接你的理由 他只不过是个瞎子 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岳太傅 您怎么这么在意他 我的鼻子 向来都能闻到危险的味道 而且 从来就没有错过 既然岳太傅 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不如 再说得明白一点 我岔螺 也是个直率的人 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好 我想知道宁王的事情 离弃 这个 倒不难 只是 您不会出卖我吧 这你放心吧 虽然我在宫中待了许多年 可江湖上的义气 我还是会讲的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但这一次 我的酬劳是什么 城主富甲一方 怕是很难被打动吧 岳太傅 您是个明白人 肯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好 从此以后 鬼化城只有吹姓楼 再无厅住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才是真正的